娱乐圈中从来不缺少各种八卦丑闻,其中也包括明星耍大牌,很多人甚至还曾经因为被曝耍大牌而自毁了前程,不过明星耍大牌这样的事情也真的是比较让人很感厌恶的。 不管是大牌明星还是没有多大名气的小明星,都曾经都过耍大牌的消息被传出来过,但是最近有一位国家级别的女演员也被曝出了这样的负面新闻,这位被爆料的国家一级女演员就是杨丽萍,很有名气的中国舞蹈艺术家,当年在春晚的那个小彩奇就是他的外甥女,而最近杨丽华被曝出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,生活差不多属于那种不能自理的类型, 甚至连上完厕所都要助理亲自给他净身,据说杨丽萍这么做,就是因为自己的指甲太长了,所以这些日常小事,甚至是私事都要他们帮助完成,不过这消息真假还有待证实,不过杨丽萍之所以要留这么长的指甲,也是为了自己喜欢的孔雀舞,杨丽萍认为没有这长指甲的孔雀舞,就不算是完整的,为了能够保持身材,杨丽萍不吃米饭,甚至是放弃了做妈妈。